我写好了大纲就觉得自己已经把故事写完了 然后我就一个字都不想写了 距离我上一张更新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存稿箱严重告急 读者催更的信息让我焦虑 我脱不起了 非等到死线临近小宇宙爆发 不吃不睡从早干到晚 你刷手机打游戏追动漫出门闲逛 眼看着别人都完结了 你的新闻还没开头 这使你陷入了新一轮的不安和悔恨 你没法面对自己亲手挖出来的那个坑 你渐渐变成了一个挖坑不甜的作者 这时你打开了各种软件开始剁手 毕竟当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能力达到极限时 我们就会激活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能力 好了我们又在你家安装摄像头 因为以上这些拖延现象发生在90%的作者身上 嗯 关括我本人身上 你是不是下定了决心要写 却在不行动的拖延中死循环 每一个作者的内心都注着不想写和写不完 两个小噩梦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干扰你走向全文完 但在完结就是正义的马兹世界里 这种拖延导致我们离一个职业作家越来越远 你白天云游走四方 晚上熬夜补裤裆 长此以往 熬夜带来的神经衰弱 让你越写越混乱 你甚至记不起自己上一张写了什么 你怀疑自己正在变成一只鱼 因为你的记忆只能保存七秒 我可能搞错了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写的书 马上就要完结了 可他就是停在了最后的两张开始白烂 他把这归结于天气入浮了 天太热 只要一沾到床 我就只想躺平 这日剧刷刷手机不好吗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天就过去了 自己不想写还怪天气 虽然我觉得他说的对 福天真的什么都不想干 只想喝一口冰镇快乐水 然后把自己躺成了大子 作者有油们 我们该怎么打扮 这该死的拖延症呢 作者大战拖延症 今天就送给大家五个锦囊 第一 尝试写大纲 让我看看谁还死都不写大纲 就是短篇你可以不写大纲 但大长篇你不写大纲就是做死 你能保证自己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吗 就你那鱼一样的记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你要分析清楚导致拖延的原因 是因为摆在你面前的这个工作 让你觉得做起来困难 它为什么会困难 就是因为你没有思路 大纲就是帮你梳理思路的框架 是拆解你准备要写的 那么大一坨内容的收纳盒 避免你写起来东一头西一头 关于具体怎么写大纲呢 可以回看我往期的视频 咱就是说啊 起码在纸上你要划了一个 你自己能看懂的架构图 当你完全没有思路的时候 能拎起那根线头在哪儿 第二 寻找第一读者 大部分作者写完的原因 都是因为缺乏动力 什么是动力呢 就是有人在看你写的故事 在你的周围寻找一个家人 朋友 闺蜜什么的 当作自己的第一读者 就是第一个看你文章的人 他会像编辑一样催促你更新故事 有时候呢 甚至比编辑还要苛刻 比如我们家仓鼠童讯 我们写完的故事 最终都是要拿给别人看的 你写东西肯定不是为了自己收藏 对吧 这又喜欢自己收藏的呢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内趋力不足的人 越早找一个读者来审视你的作品 你继续完成它的动力就越强 这个办法呢 尤其适合那些对激将法奏效的作者 第三 时间管理 雷打不动 先写它个两千字再说 写长篇小说就像桃马拉松一样 没有长效的时间管理方法 你很难完结一个作品 之前我专门出过一期讲时间管理的视频啊 大家也可以去回看一下 对于写稿期的作者来说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就是先写完你当天要写的工作量 学会给你的工作排序 将最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去完成 当你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变成了一种习惯 到了那个时间 不让你坐下来码个几千字 你自己都会浑身不舒服 定量的同时呢 要了解自我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不要制定超出自我能力的计划 有些人说别的作者都日万日六 你好意思一天写两三千吗 我好意思 如果你一天日万七天一个字都不写 那我觉得你还不如一天就写两千的 你说对不对 作者要了解自己 制定适合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案 在时间管理上为自己做个性化的配置 第四 寻找道友 实在不行了就关小黑屋 在码字软件上关自己小黑屋 或者和其他作者大的拼字数 已经被很多作者视为客服拖延有效的方法 写稿期多看点作家传记 或者找一个比你勤快的榜样来激励自己 也被很多作者证实对完成稿件有促进作用 现在很多码字软件啊 都有和其他作者拼字的功能 在归令的时间内不写出多少字来 就不能走出小黑屋 还有的软件呢 会对每天完成字数进行一个榜单的排名 很容易激发你作为作者的胜负语 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作者朋友 建立起自己的作者圈子 不但可以交流写作心得 互相学习互补 还能互相的监督打卡 也欢迎看我视频的友友们 在评论区做写稿 打卡的接融 互相监工 但你要记得 你自己立下的flag 只能自己含着泪完成U 第五 不要受到写作工具和软件的限制 有的小伙伴说了 我有word恐惧症 我一打开word 大脑就立刻一片空白 我就问你 是不是写稿的软件 世界上只有word 你适合用哪个软件 或者哪个设备写稿 更顺手 你就用哪个写 目的是 你得先把初稿码出来 对不对 我有一段时间呢 就特别喜欢用手机备忘录写稿 一天我捧着手机 我能打一万字 因为手机 它离人近啊 就会让你不由的容易 把心里想的内容倒出来 有时候你一想到 要坐在电脑边 正儿八经的打开电脑写 你心里就有了负担 有负担 你就开始磨蹭 那还不如你就歪在沙发上 床上 用手机写一会儿 我们的目的是写 而不是纠结 用什么形式写 内容才是第一位的 你今天用笔写有灵感 你就用笔写 用电脑敲有灵感 就用电脑写 用手机码有感觉 就用手机写 我经常用笔写着写着 写了几行之后 突然感觉 哎 回来了 我就直接回到电脑前 麻了起来 要知道你的稿子 你把它放在一边 它不可能就跟那个种花似的 它自己长出来 如果你创造的人物有生命 因为你写不完故事 它就会永远滞留在故事世界里 它无论怎么呐喊 挣扎都出不来 成为了一个被囚禁的 孤零零的孩子 是为亲妈的你 真的忍心吗 希望你看完这个视频 能马上支愣起来 赶紧去写完你那个精彩的故事吧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打算战胜拖延的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一个 我是小林 见证你在写作上的成长 见证你的成长